武警押着犯人从监狱出发,先游行一遍,让人民群众们看看,以警校游,然后直接朝执行场地开去,四个青年男女一起外出游玩,虽然关系好,但还是做出了一条三八线,两个穿着制服的公安,戴着墨镜,骑着警车行驶在马路上,这真的不是在拍偶像剧吗? 挤奶牛,挤奶牛,挤奶牛,小巷子,里的路鸭摊子,一个穿拖鞋的少年兴致勃勃的看着大人们在制作,是不是嘴馋了呢? 街边的一个休鞋摊,一个休鞋匠和一个等待休鞋的女顾客,以前由于人们鞋子穿破了会继续搏了穿,所以马路编户小巷子里有很多休鞋摊,一对情侣在街上,男子骑着一辆自行车, 那个年代自行车在人们心中的位置很高,就像现在开着好车一样,每个人都梦想着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自行车 农村奉被子的妇女,以前的床是用木栏杆围起来的,旁边还有蚊帐,所以在床上奉被子非常不方便,只能拿到外面 图为北京街头,一位父亲骑着一辆三轮自行车,自行车上面的小箱子是他儿子的坐驾,不过小男孩不坐,却跑下来推车 工地上,被两名壮汉拖走的妇女,她们的背后是正在前行的挖土机,是冰棍的小学生 那个时候,一根冰棍只要两分钱,课间跳皮筋的小学生,你们还记得,小时候的跳绳哥吗? 马兰开花21,256,257,282931,刮胡须的老人,那时候城市和乡村到处贴着计划生育的宣传海报 图中街上的两幅宣传海报写着,精心培育独生子女,实行计划生育是共同的一项基本国策 小树林里跳交易舞的年轻人,一个戴墨镜的男人在弹吉他,旁边还有吃瓜群众,一个男子骑着一辆家铃 CJ50摩托车载着两个女孩,一辆家铃,当时一台售价要1000元左右,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马沙拉帝了吧 很拉风哦,图为一个大爷在大街上摆摊卖冰棍,在80年代的大街上,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大妈 大爷推住一辆白色木推车卖冰棍,推车上盖住一件厚棉被,那时候有辆自行车,相当于现在的小轿车了 骑马也是个中产,老公推着车,老婆牵着孩子逛街,北京街头,穿短裙骑自行车的姑娘 北京街头车来车往的,交警在站岗 谢谢大家